本放热情的拉丁舞曲 感染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学生们 一起欢乐舞动 结合西方与东方的面孔 藉由音乐与舞蹈串联了大家 也开启了一场文化交流之旅 我们安排的国际演习营是以英国为主 来参加这种国际演习营的学生 除了台湾学生 有很大的比例就是来自其他非英语系的国家 例如法国 俄罗斯 土耳其 巴西 西班牙等等 我们成立英反国际旅行社 以及英反国际教育 我们很努力地在这过程中 导引他认识 突破 改变他自己 真正地走出他人生国际化的第一步 让他认识这个世界 尹一伟过往拥有丰富长城县领团经验 更投身于大学社团的教育 让他在经营国际教育旅行上 更是注重各项细节 游学团全程于大学校园内上课 用餐 住宿 小班制的教学方式让每位学生有机会开口说英文 他们用启发式的教学 然后大家集市广义 有各种想法突然会这样蹦出来的那种讨论 一起玩游戏也好 出去旅游 参加各种活动 舞会等等 然后认识国外学生从中间去了解各种不同国家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想法 营队结束后 可以选择奇幻的哈利波特影城一日游 人文知性的大英博物馆寻访 或是来一场华丽的泰晤士游船之旅 还可以飞到邻近的比利时 意大利 法国 德国 当成兰英和平原葡萄园缆车 感受田园风光 最后再品尝经典的德国猪脚 让魏蕾感受着异国的美食饗宴 做游学团 做教育旅行 你的团员是未成年 他的违岸因素会更多 我们本身第一 我们的领队呢 他的配音绝对比很多游学团高非常多 因为他们都是业界最好的精英 他们的领团能力都非常强 然后很多年前我也曾经在保险公司当过主管 所以我很重视这个部分 该有的根据申根公约所做的保险条款 还有根据民用航空机的事故等等 这些条款我们都很完整地去偷包 我们选择尹总的英凡国际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行程的规划部分 它并不是走马看花 也没有让学生很匆忙 因为它不是以利益为导向 是真的想要做出一些贡献 给学生一些东西 那我觉得跟我的价值观来说是比较相合的 我们也为技职体系的学生 餐饮或观光休闲事业相关科系的学生 就是到泰国去 五天中间有学泰国菜 然后更拿到一张证书 可以得到很好的国外体验 然后花的钱不多 银一尾的细心与专业态度 细节到游学团的团服都亲自挑选 与最专业的厂商合作设计 从颜色到布料材质注重每一个细节 让每一位学生能安全地出发 也安全地回来 三个礼拜下来之后 那小孩从游览车走下去 那个自信的表情 哇 这一趟真棒的 那个愉悦的神情出现了 我们也从家长的脸上看到笑容 这是很大的收获 感到做这个工作非常的正面 这个国际交流是让它真的 人与人接触 那种第一线的接触 那种体会跟在线上打字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非常鼓励台湾的学生 多出去走一走 用个人的实际的体验 然后来改变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法 这是我们反国际教育 未来在推动的目标